大概颱風估計 我們今天晚上八點會開第一次應變中心會議 就開始動員了 因為過去四年來 台北市從2017世大運那一年 2017年世大運 媽祖保佑三個颱風90度轉彎以後 18、19、20到21 已經大概快要四年多了 我們第一次終於颱風要進入台北 所以大家還是嚴陣以待 今天早上我們消防局有來報告 報告我們的整個動員的狀況 那我們大概按照SOP走 我相信我們台北應該是 黃台的工作應該是會做得相當 不過是這樣 估計從明天早上開始 風雨會開始變強 大概從 大概今天晚上風雨就開始變強 大概明天中午到 後天早上 應該是 最強的時候 所以 如果今天 趁還沒開始下大雨 請大家 防台準備 該做做一做 門窗 該檢查的檢查一下 該盯的把它盯好 估計 風雨應該是明天早上 會開始 就開始比較強 不過是這樣 這個 颱風要來 我們大概今年5月那時候 疫情發生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家都去搶那個衛生紙跟泡麵 把這個超市都搬到 搬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這樣 你知道 後來就要求說 我們 發生過的事情都不准再發生 所以我們特別去設計了一套系統 以後我們台北市常態會把 我們的民生物資 會公佈在網站上面 包括賣場 超市 超商 你知道嗎 分成這個 有七個藥品 又有東西 米蛋奶粉冷凍食品 衛生紙泡麵 食用油 會更公佈在網站上面 那 等一下我們這個產業局長 會跟大家說明 這個以後是這樣 有遇到這種緊急事故 颱風也是 所以這次颱風剛好就 我們這個系統都做好了 這次颱風剛好就把太商用場 好 好 好